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闻 美国商务部日前就宣布制裁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中芯通讯实施出口限制 指这间公司是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的法规 出口美国制的电讯产品到伊朗 在北京,商务部就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 认为美方此举将会严重地影响中国企业的正常营运活动 中方会继续与美方是进行深一步的交涉 商务部又表示,中芯公司一直是积极从事国际化经营 与数百家美国企业是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 为美国是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 在北京,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就谈到了南海问题时 就强调,中国在自己于南沙的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 这是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以及自卫权 他就表示,中国不是在南沙最早部署武器的国家 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的国家 更不是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 他就认为,南海军事化的帽子 有更合适的国家比中国可以戴 王毅又表示,中国在南沙岛礁上 除了必要的防御设施之外 更多的是民用设施 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的产品 待将来建设完成 便会请外国的记者去参观采访 他就特别提及,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 如果有人想把南海搅混,把亚洲搞乱 中国人士不会答应 马航MH370客机市失踪两年 中国乘客家属到北京雍和宫进行祈福 30多名的失踪乘客家属在雍和宫外叫口号 要求马来西亚方面是承担责任 有人就穿上了印有标语的T恤和举起标语 祈求亲人士平安回家 他们又促请中国政府是提供协助 大批的公安于现场是进行戒备 为记者登记并架设了采访区 不允许记者是进入庙宇进行拍摄 有家属称两年来是饱受折磨 期望有关方面是不要停止搜索客机 再来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一名男子涉嫌在将军奥非礼男童 被控非礼罪以及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 案件押后至5月3日再进行审查 被告不准保释 27岁的被告洪诺人 由警车押送至了关堂裁判法院提堂 案情指出警方在本月5日是接获一名社工报案 指被告带一名7岁男童往上德村平台 行迹可疑 警员调查后发现他的两部手提电话 是藏有34张怀疑儿童色情照 以及一段怀疑为儿童色情的影片 被告在警戒下就承认 曾经是先后非礼三名儿童 并用玩具以及游戏卡来吸引他们 控方就认为案情严重 而且被告有重犯机会 反对被告保释 或裁判官的接纳 案件押后至5月3日再审 海关日前在机场就减获了约63公斤 怀疑属于兵威物种的欧洲曼丽 以及46公斤怀疑为兵威物种的垂头双兵 杀干鱼翅 拘捕了两名敌港的女子 事案的两名女子昨晚军从西班牙 圣地亚哥波康斯拉特出发 经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是非礼本港 海关人员就分别在他们行李的四件行李箱 发现约有63公斤 怀疑为欧洲曼丽 官员稍后有在一件无人认理的行李内 是发现了约有46公斤 怀疑为垂头双兵杀干鱼翅 有关案件已经是转交了 愚农自然护理署室进行进一步的跟进 关注完了药文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天的收盘情况 港股收盘是暴在2011点 是跌148点 国企指数跌121点 是暴在8505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市跌多涨少 首先来关注涨浮榜方面 中国旺旺涨2.6%是0涨蓝筹 百利国际涨1.4% 扩勒能源涨0.8% 电能实业涨1.5% 再来关注跌浮榜方面 金沙中国跌3.6%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华润质地跌3.6% 华润电力也是跌2.6% 中国海外发展是跌2.5%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宇 在出席港区人大小组会议时 未有正面的评论 何时会推出深港通 以及如何回复A股投资者信心 刚于上月接替肖钢 出任中证监主席的刘士宇 早上出席了港区人大小组会议 跟代表是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内容 以及13.5的规划钢要草案 也是首度面向香港的传媒进行交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就提及会适时的推出深港通 刘士宇就未有正面响应 前任的中证监主席萧刚 任内期间是经历了一股股灾 熔断机制和加速跌势 不少的内地股民就要求萧刚下台 刚执掌的中证监刘士宇 如何回复投资者的信心就令人关注 有参加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就指出 今次是中证监主席首度参与港区人大小组会议 刘士宇会上就香港整体的经济就进行了交流 但未有特别针对证券市场 内地上月进出口就表现是序于预期 其中出口是大跌于25% 录得近7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有分析就认为 主要是受到人民币汇价过高拖累 优绿短线将会面对更大的贬值压力 中国外贸每况愈下 2月出口录得近7年以来最大跌幅 大跌于25%远远的蓄于市场预期 并且是连续8个月下跌 跌幅较1月是扩大14个百分点 期内进口跌近14%连跌16个月 但跌幅收窄5个百分点 而至于贸易顺差大幅收窄至325亿美元 1月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式跌于20% 逊于预期 进口跌幅则较预期小 撇除农历新年假期等等因素 首两个月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式跌于13% 进口则跌近12% 海关总署就表示 对主要贸易伙伴近出口双双下跌 其中对欧盟以及美国出口跌于10% 对东欧出口跌20% 不少大行就包括花旗指出 内地出口表现欠佳 人民币将会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而汇丰的中国纳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屈红斌就表示 除了高基础效应以及外需持续的疲弱 是出口下跌 以及表现逊于预期的原因之外 入口跌幅低于预期主要是受惠于大宗商品价格回稳 但中国的内需仍然是属于比较疲弱 西盛新业去年的商铺以及写字楼业务营业额 是分别升近6%以及与9% 住宅业务微跌不足1% 而至去年底 商铺业务组合全数租出 写字楼业务组合出租率为99% 住宅业务的组合约为89% 因为一栋住宅大厦有翻新工程 在商铺方面 西盛就表示 虽然零售业普遍的低迷 去年旗下商铺的组合人流按年升5% 期内商铺营业额升6% 新订立的租金升约25% 估计整体租户销售额升约10% 好过同期本港零售销售额跌3.7% 按营业额收取的租金则减少 主要是过去数年调高基本租金所制 全年的业绩报告就显示 西盛今年有31%的商铺 以及36%的写字楼的租约将会到期 港零工程日前就预期 今年不同业务的前景不一 港零香港随着人手增聘 预料机身服务生产能力会有增长 另一方面 新聘员工被培训也将会令到短期内的成本增加 而机库缺乏空间将限制生产能力进一步的增长 预期今年的香港外勤服务需求仍然比较殷切 而部件以及航电大修业务将会继续受拓展 新维修能力的成本而受到不利影响 另外公司就预计港零每周的机身服务需求 于去年就会相弱 相信透过提升效率以及改善工作流程 业绩将会有所改善 而至于厦门太古发动机服务的大修服务需求 就预料于今年仍然会保持稳定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1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